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我们一开始先来介绍跟我们对谈的是国际新闻记者黄真怡 真怡好 一伦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是2月24号的这一天 这一天其实让大家都觉得蛮不舒服的 因为这个乌俄战争已经打了一年的时间 虽然日子过得很快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乌克兰人处在这个战火之下的生活是如何 我们大家都很希望赶快停止这个战争 但是似乎现在没有到这样子的局势 也没有这样子的迹象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周年之际 我们也带大家来深入的分析跟了解一下 所以珍妮要先帮我们了解 现在在这个乌俄战局的一些最新情势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总统普钦 在这个他的最新的国情咨吻里面 他就是有不断的释出 我们俄罗斯对于核武似乎是没有要放弃的迹象 我们先来看 他讲说这个他们还要不 除了要提升这个核的战力之外呢 他们还要部署一个叫做萨尔玛特的这个飞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普钦那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除非西方不再插手乌克兰 否则已准备撕毁终止核事报等核武管制的架构 给你下马威哦 如果你还再继续来这个在这个乌克兰这边 叫军援等等的话 不要怪我不客气 不要惹我 对那还有这个话呢 就是说我刚提到他在21号的国情咨吻讲说他们要暂停这个美俄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哦 那这个就是会让大家很紧张啦 想说那这样子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去检查你有多少核弹啊等等之类的 还有说呢 他们要将会更重视的是提升核战力 因此他们部署了这个新的洲际弹道飞弹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萨尔玛特洲际弹道飞弹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他可以携带多枚的核弹头 而且是今年的话俄罗斯会首次的部署 那CNN这边分析呢 他是讲说拜登不是有先到这个乌克兰吗 他们有觉得说拜登在访乌克兰之前呢 其实啊俄罗斯这边有先来试射这个萨尔玛特的洲际弹道飞弹 但是试射是失败的 原本他想要威吓一下 结果没想到失败了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这个 他想要走这个剧本但是很可惜 那除了这个洲际弹道飞弹以外呢 他们还推出这个极音速飞弹 还有说要增加新的核潜舰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要提高武器的生产 他们要有新的打击系统 侦查跟通讯设备也要增加 接下来这是这个无人机方面不要只靠伊朗 他们自己也要有 还要有他们的火炮系统 所以说其实不止这个核战力 他们所有的不管是这个潜舰呢 还有的武器的话 其实都希望能跟核武沾上一点边 对但是问题就是说 2月24号这天是一年嘛 这一年喔 如果打的大家力力拉拉都还好 但是这打的其实还算蛮凶猛 两军我觉得都有一些问题所在 我们就带大家看几个数字 我们第一个先看到的是 两军到底有多少的兵力跟军力 乌克兰大概就只有50万 那俄罗斯有133 那现役的乌克兰大概是20 那这个俄罗斯是83 这个就有差距了嘛 那预备役是25 那在这个俄罗斯这边喔 就被说到乌克兰上战场到底有多少呢 可能是20到25万啊 但英国预估大概97%的都有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过 好那这当然是一个这个很比较粗浅的数字 因为没办法看到完全的全貌 但我们要来看死伤这边喔 这个乌军这边死亡的喔 这个乌克兰这边说大概是1到1.3万左右 那他们伤人伤亡 伤受伤的是10万 那俄罗斯这边则说他们自己只有6000个俄军死亡 所以这个数字看起来就觉得有可能吗 所以乌军跟俄军之间有差这么多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乌克兰是预估俄军死亡的 大概有4到6万的死 然后伤可能是20万 所以跟俄罗斯预估的就有差 那英国这边则说应该更高是13.9万的死亡 所以这个数字也是一直被大家讨论的 好那当然在平民的这个死伤部分喔 这个乌克兰有7199位死亡 这是联合国的预估大概是1.1万人受伤 到2月中的数字 但是乌克兰的官员就有说过 其实至少大概是4万平民有死伤的状况 这个又更可怕 好另外难民也是喔 其实有超过1800万人离开了 那有807万人身处在其他的欧洲国家 那也预估喔 俄罗斯这边也有50万人离开 那实际上的数字有可能是近百万 因为他们有这个真兵嘛 所以很多人可能赶快酸喔 不想继续待在自己的国家去当兵 好那俄罗斯现在占领乌克兰的领土到底有多少呢 这是乌克兰的领土图喔 你看到粉红色这一块就是 俄罗斯比较这个攻击剧烈 就是乌冬这一块喔 对那在去年三月的时候 大概是24.4% 但你可以看到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已经变到16.55% 但现在可能又稍微再多一点点 因为他们在乌冬有一点斩获嘛 所以看出来这个战争的起伏 跟震荡还蛮剧烈的 那重建成本啊也很高喔 最高会要达到7500亿美金 甚至这个北约承诺的钱也很多 美国也很多都是好几百亿欧元这样跑 那我觉得影响全球最剧烈的就是 粮食石油跟天然气油 也因为这场战事 我们的全球通宏增加了2% 今年可能是1%左右 但真的让大家冻北条 好那乌俄战争的前夕 23号这天 其实联合国这边也有发动一个 希望俄罗斯立即撤军的决议 那当然也有141票的同意 那也有弃权的国家 其中就看到有中国还有印度 坦克部队一大早就出发 俄乌战争打一年了 巴赫姆特攻防看不到尽头 只要把巴赫姆特攻防看不到尽头 我们不能够抵达 所以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努力 拼了命死守 俄乌双方这一年付出庞大代价 综合英国美国截至2月中统计 乌军死伤大约12万 俄军更高达20万 美国还说至少8000乌克兰平民牺牲 许多都被炮弹火箭炸死 看看盾内刺客的马林卡 坦克穿梭开炮 没有一栋房子完整 为了抵挡俄罗斯攻势 西方国家这一年武器送不停 除了美国一路从榴弹炮 给到爱国者飞弹 M1爱布兰坦克 德国今年也终于点头 送出鲍尔主战坦克 接下来大家都在看 军援会不会再升级 甚至给战机 看着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军事冲突 影响力扩及全球 包括通膨居高不下 欧元区和英国都曾经出现 CPI年增超过10个百分点的记录 另外过去一年原油价格起起伏伏 最高每桶曾经突破129美元 直到去年底回稳 又制定价格上限后 才终于降低 中年前戏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要求俄罗斯无条件撤军 但看到中国大陆 印度等大国还是继权不愿表态 这个决议几乎看不到实质意义 TPS新闻最后报道 刚刚一轮提到了 现在乌克兰战的最激烈的就是乌东 我们看到其实乌东前线的士兵 他们的命运真的是很可怜 他们的平均的寿命 如果到前线的话 大概只有四个小时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巴赫姆特这边 是乌东战况最血腥最恐怖的地方 所以才会有这个绞肉机 这么可怕的名称出现 那ABC的这个记者呢 他们就访问了一个 有到乌克兰前线作战的美国人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外国士兵 他们自己自愿去来帮助乌克兰 他就讲到说战况一直非常的糟糕 所以前线平均的余命 是大概是四个小时左右 那有这个资深的美军官员 他是讲到说 其实俄乌这边双方薄火 就是互射是几千枚几千枚的炮弹 所以表示真的是战况非常的猛烈 才会让这个乌克兰的士兵 前线士兵寿命如此的短 那这除了说有这个俄军之外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另外一个恶名昭彰的 就是瓦格纳集团 那他们算是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秘密的承包商 所以他们犯下这个 就是战争罪啊 侵犯人权的行为等等之类的 我们在节目上面也提到过说 他们其实第一次 这个让他们声名大造的话 就是2014年对他们进犯这个 侵犯克里米亚 这是他们第一次 第一场出征 然后他们甚至呢 只有派出千人哦 夺取这个乌东这边 卢干斯克跟顿内斯克 那英国这边的情报呢 是讲说 因为现在巴赫姆特这个 绞肉机这块地方 那么的激烈 所以呢 在这个俄乌战满一年的时候呢 俄罗斯有可能会自称 他们已经夺下了巴赫姆特 来庆祝周年 好 但战争真的是很无情 我们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下说 这一年下来 乌克兰人到底怎么过生活呢 有一些故事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 新人穿着传统乌克兰民族服饰 在教堂的见证下结为夫妻 他们在去年乌俄开战的第一天 就把握机会迅速步入礼堂 夫妻俩直接加入抗恶行列 太太甚至穿着白纱举枪 直到乌军坚守抵抗有成 才退出后勤 不止他们的生活被改变 眼前这位症状上一只的 就是在战场上失去双腿的乌军 他被送到美国接受治疗和复健 他誓言一定要再回乌克兰打仗 而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 自开战以来近600万人 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 已经有超过800万乌克兰人 被迫逃离祖国 成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 其中战争对难民孩童的心灵创伤最大 因为小孩心智尚未成熟 无法确切表达情绪 有的可能会出现紧张僵直等症状 甚至连话都讲不出来 通过游戏找回心理健康 帮助了这名小女孩 但战火下乌克兰国内外 心力受创的孩童恐怕只有更多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俄乌战争呢到满了一年 我们来用时间轴来看一下 几个比较重要的时刻 那我们从去年的2月24号 其实到去年的4月呢 算是俄罗斯闪电战的失败 因为没有人想到会打那么的久 那这后来呢到4月到8月的时候呢 其实是两军在乌东跟乌南这边僵持了很久 直到呢在去年的8月的时候 乌克兰这边反攻的攻势开始起来了 那这个乌军也是有一些好消息传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呢 俄罗斯总统普清 他对核武的态度是有一些反复的 我们看到其实他从去年的10月 他一开始是讲说 他们俄罗斯呢是否认了 会对乌克兰动用核武的 但是呢过了两个月他就说 嗯这个不先用核武的立场呢 可能俄罗斯要来改变咯 到了今年的2月 又说要退出的县武条约核战的威胁升级 那我们来看到说 其实乌克兰的领导阶层 他们就有情报显示说 俄罗斯呢可能会在春季展开新一波的攻势 那加上说这个普清的这个核武威胁 所以说乌克兰这边现在是备战的非常的严谨 他们想说呢俄罗斯的目标是就是乌东跟乌南 而且恐怕呢会再投入20万的兵力 那现在其实两方都没有要谈判的意愿啦 因为这个乌克兰讲说呢 要求要俄军完全退出 那俄罗斯呢是要求乌克兰说 你要承认克里米亚是我们俄罗斯的 所以说目前来讲谈判意愿是有点低的 但是呢美国呢说有可能啦 已经跟乌克兰在协商谈判的细节 那这个战争如果真的结束过后 其实有几个重要的事情来看一下 一个是这个俄乌他们可能会签署一个和平的协议 但是呢现在可能是说乌克兰用领土来换和平啊等等 所以这个还不是很确定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说欧洲未来的安全的架构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乌克兰其实想要加入北约 但是这个美国跟这个欧盟还有土耳其 他们的态度是比较保留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呢是基辅的安全条约 这个是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所提出来的 那他们呢是想要说要发展自主的国防 提供安全的保障 在训练军援跟情报上面呢 他们要跟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们来合作 这样子才会对俄罗斯产生吓阻的效果 好这一年下来其实西方国家 对于俄罗斯的这个态势 大家对于俄罗斯都是批评比较多 因为毕竟他发动战争的 但其实也有一些跟俄罗斯友好 像中国大陆跟北韩 他们的观念想法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北韩朝中社有一篇社论 他的题目是当前乌克兰事态证明了什么 这是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有帖 他说的我们先看他第一个观点 他认为推翻不顺从自己的国家 怂恿走卒对他国军事威胁 美国终将萤火焚身 很明显针对的是美国 他认为美国就是世界上troublemaker就对了 他就觉得乌俄战争的导火线 根本就是冷战时期苏美的较量 所以如果一般人把他认为是2014年的事情 或是一年前的状态 他觉得是非常短视的看法 这是金有帖的认为 那他第二个就觉得说 乌克兰局势也证明 美国没有停止他维持霸权的侵略策略 所以世界才这么不和平 最后他则说西方援助乌克兰 根本是火上加油 对美屈从是自取灭亡 因此他认为 如果不是乌克兰盲目的迎合华府反俄 状况也不至于这么的恶劣 真的想法跟一般人 普罗大众主流想法都不太一样 但一样也提供给观众朋友 也有这样子的意见 在世界上面在讨论 好 那不少的国家 还是持续在深远乌克兰 我们看到伦敦有抗议团体 他们在住英国的俄罗斯大门口的外面 干嘛 他们在泼漆 而且泼的就是乌克兰国旗 颜色的七岁 很明显力挺乌克兰 车辆来往的双向道 染上蓝黄色调 500公尺长的路段 被泼洒340公升油漆 从空中仔细一看 就是一面巨型乌克兰国旗 出现在伦敦俄罗斯大使馆前 尽管三男一女遭警方逮捕 但坦承泼弃的政治行动艺术团体表示 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要彰显乌克兰的独立自主 战逢俄乌战争开打周年前夕 白天夜晚英国民间团体抗议不间断 群众聚集首页谴责俄罗斯帝国主义动物 乌克兰西部大臣利维夫 叶空兰登照耀纪念阵亡士兵 但莫斯科依旧无视反弹声浪 庆祝苏联祖国保卫者日大放烟火秀 不只这里2014被并吞的克里米亚 民众在纪念碑前观看烟火 战争还在打这里却向天下太平 去年遭乌克兰攻击克里米亚大桥 也选在此时正式全面开通 人人说出一袭爱国宣言大小孩 玩起展示的武器 俄罗斯刻意在克里米亚 举办军事展要此幸于民 企图淡化战争一年带来的伤亡 普新则在莫斯科二战无名烈士墓碑前 亲自为花圈细紧蝴蝶结 希望提振俄军在前线士气 坚持继续打这场仗 TVBN新闻中不倒 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 我们要用Google Translate大家来热搜一下 看看各地网友都在讨论些什么呢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美国 正一来帮大家来分析 好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呢 是这个晶片大厂的NVIDIA的股价了 这个NVIDIA股价最近升得蛮夸张的 那其实主要是跟它公布的财报有关 因为它的财报公布呢 是优于市场的预期的 是那时候分析师呢 是预估说它的这个营收是 63.5亿美元 但是它是达到了65亿美元 所以说它的这个股价呢 一直涨涨涨涨涨 那这个美股的 美国的这个时间 周四它的股价呢 是狂飙了14.02% 来到236.64美元 其实今年已经涨了超过了60% 而且不到两个月呢 它其实市值已经膨胀了 2000多亿美金 非常的厉害 算飙股就对吗 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最近我们常常在节目上面 聊到的ChatGPT 其实就是受惠于它啦 就是这个AI产业的关系 因为这个光 包括这个辉达在呢 它的这个AI的晶片 在这个资料中心的业务 它其实是一直持续成长 就是因为大家很在乎 这个AI软体上面的发展 所以说它这个 在AI上面的GPU 这个处理器的 汇图处理器的营收呢 是不断的上涨 所以说上个季呢 这个他们的营收是 光是这一块 它就增加了11%到36.2亿美元 但是它有一部分 是有点把它的这个营收给抵消 就是它的PC的 PC产业的游戏事业 他们这个上季的营收 是跌了46% 不过因为这个AI实在太夯了 所以很多的这个 我看这个分析美股的投资 那个分析师就说 如果呢 你还想要投资AI的话 NVIDA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指标 所以这个执行长应该非常开心 对 上次在台湾还有到 连人在直播吗 对乱入 乱入 我还蛮有印象的 所以我知道他是谁 然后他跟台湾有关系 对对对 所以他应该现在非常开心 可以有这样子的行情 没错 好我们接下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 很多人都知道 你不会不知道他就是JK罗林 他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觉得是蛮负面的 其实他是在2020年的时候 他在个人的网站文章上面写下说 当你对自己 当你对认为自己是女性的人 敞开浴室或更衣室的大门时 任何想要闯进的男性 也会跟着一起进来 然后后来又讲说 有生理期的才是女性 就这句话就引发大家批评 他的意思就是 你是生理女的才是女性 那这个LGBTQ的团体 还有一些民众就非常的不满 就大声批评他 然后哈利波特的系列 电影演员也都不想听 然后最近有一个很夯的游戏 叫霍格华兹的传承 一定是跟他有关 结果连制作团队都跳出来切割 说JK罗林没有参与这个制作 所以这句话的效应很大 因为现在是2023年了 三年之后还在发酵这件事情 那后来有澄清说 其实是因为自己交受到家暴 对于生理女的感受跟弱势 他可以比较能够有感觉 所以认为生理女性跟跨性别者 应该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这话并没有获得比较好的回响 还是大家对他批评不断 然后他自己最近是在podcast上面就说 他没有想让很多人难过 也没有想让任何人难过 那对于批评他觉得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不过确实他受到了一些暴力威胁 然后一直活在可能他家地址会被泄露的风险 所以他确实在这上面感到相当的不安 那成为了英国热索 对因为我觉得刚好就是这几年LGBTQ的权力等等之类 其实就是高涨 对然后在欧美甚至亚洲日本这边也在讨论 然后他的意见我觉得怎么讲 有点算是跟最近的主流的意见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是遭到了这个很多的批评 对但这样反过来想 是不是也有点沉默螺旋的效应 就是变成说我不能发表我自己的看法 好像只能有一种声音 对也是另外一种 我们或许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件事情 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日本 日本的这个热搜的关键字呢 如果你是有常常去大阪 关西这一边这个自由行的这个游客 应该知道它是什么 它就是Ikoka 就是在东京的话 如果说要搭这个什么山手线等等的 这个地铁的话是用Suika 西瓜卡 那这个关西的话 这边是Ikoka 那他们这边呢JR的西日本 他们是宣布要自3月22号起呢 要推出这个Ikoka的手机的应用程式 然后如果用货的话 只要透过这个注册会员 然后登记信用卡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个Ikoka上面加值啊 购买月票等等 但是有一点点可惜 目前呢只有开放安卓的系统可以使用 那这个JR西日本的这个执行长说呢 他们这个公司对于这个Ikoka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投资的金额是达到了数十亿日元 那这个公司还希望说之后他们也可以用就是这个城市来做手机的支付 我觉得这是好的啦 因为其实毕竟我后来有问了一下同事 我说哎那个西瓜卡是不是还蛮早以前就做这件事的可以绑定 他说对其实好像比他早了应该至少有五六年之间 蛮久了 对甚至对对对对 那这个关系这边好不容易跟进 我觉得这样子对蛮多这个自由行的旅客也算是一个方便的这个开始啦 其实我觉得现金真的是可以尽量不要用 对啦 像我就不是很爱用现金我喜欢用支付 对 方便嘛我只要手机带着啊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没错 好接下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话题是一个这个迦纳艺人哦 他叫萨姆奥奇里哦 可能很多人对他不是非常理解哦 不过这照片看到了他是迦纳人哦 不过他在南韩发展 不过他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 哎我觉得跟JK罗宁有点像啊 他也是有一点种族歧视 那刚刚他是有点性别的 那这个是种族哦 然后就有风波他最近道歉了 好什么事情呢 其实大家应该都在网路上有看过有一个这个呃台观舞有没有 哦有一阵子这个非裔的这个人 然后他们好像就有点流行 因为有点在网路上是甚至热门影片 对那南韩高中有一群人 然后他们就涂着黑脸 然后呢扮成非裔民众跳着这个台观舞 结果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位艺人 他叫萨姆奥奇里哦 他说他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他在他的社群平台就po出了没有马赛克的影片 然后就把这些南韩高中生都po到网上去了 结果南韩的网友非常气愤哦 就说你有没有经过这些同这个高中生的同意就随便乱转载 然后他们觉得那如果你要说他们这样是种族歧视的话 你以前不是也曾经有眯眯眼的模仿过韩国人吗 或者是扮鬼脸那你不是也在歧视韩国人 所以这件事情就当时在网上啪一阵的喧哗喧闹 所以他以前的黑历史反而又被爆了出来 对那三个年过去有一样也是 他现在在节目上道歉咯 他说当初真的不应该没有经过高中生的同意就转载没有马赛克的影片 然后他也表示说想要继续在韩国发展跟举足 有一点书成的味道嘛 没办法还是在人家土地上面要听人家的 还是要在这边希望可以以艺人的身份来继续发展 可见对他冲击蛮大的 嗯演艺生涯这个不好过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香港 香港这边的热搜关键字是口罩令 这个口罩令在台湾是逐渐的松绑 虽然说走在路上大部分 还是戴 对可能要搭车等等 大部分还是戴着 但是香港这边呢 他们这个依卫局 他们是宣布要延长当地的口罩令 延长到几号呢 到3月8号妇女节这一天 那这个香港的口罩令呢 其实已经有执行了 大概快要1000天了 然后如果说你是违规的话 你其实你最重最重会被处罚1万港币 大概台币快要4万 3万8千多还蛮贵的 那他可除了这个口罩令要继续的这个执行下去呢 还有说这个快筛哦 其实也是要继续他们现在小学香港小学又支援还有特殊学校的学生你入校园之前呢每一天都要进行一次的快筛确认没有阳性才可以那这个这个措施的话会一直持续到3月15号那国中阶段的话呢这个每天进学校之前要快筛一次的这个规定呢会到3月1号起才会取消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还要口罩令跟快筛呢 还要再继续做主要是说他们认为啦这个香港的新冠病毒的威胁还没有完全的解除担心说疫情还有可能会再起哦 所以做了一个比较严密的措施 蛮严谨的哦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麻烦 对 好我们再来看台湾台湾的热缩话题是病哦 最近这个CHABGPT很好嘛那病也是蛮厉害 极其直追哦 怎么说呢他新的病扩展到行动版哦 而且在两个APP一个是Microsoft Bing Search跟Microsoft Edge这两个APP里面就可以语音输入跟病来进行聊天互动 甚至还有另外一项新功能哦他导入了Skybee在聊天对话就可以直接询问病获得答案 我觉得蛮厉害的哦那当然就是微软认为说64%的搜寻行为都是在手机上面 所以他这次才特别扩展到这个行动版嘛 嗯那他们说加入了像这样子对话跟AI这个对话体验之后病原本是在比较初期 所以他们限制用户每次的对话只能回答5次的问答然后每天最多50次 但现在也稍微再放宽了一点点哎你每次跟病的这个搜寻服务可以进行6次的问答 然后每天对话次数也增加到60次 所以这也让大家蛮期待说这个会不会有新的突破 因为我看最近大家CheckGTV越玩越夯哦发现他是可以被训练的AI 哎蛮有趣的对 叫哈哈他不能讲不不不能这样子他还是真的就讲哈哈 然后去学习你的指令我觉得蛮厉害的 而且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网站他们都因为可能很多人想要使用CheckGPT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可能不知道要从何做起甚至网屋上面还有就是要教大家说怎么样下指令 有我有看到对我觉得我后来就赶快把那篇文章存起来 很有趣对因为我觉得说很有用对对对以后 他还会分类分什么你要写研究报告啊你要写字传啊或是你要写 我觉得蛮有趣的对就是要用这个机器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跟他做沟通了 好我们来看新加坡了OK新加坡的这个热搜关键字是一个人民 是一个英国的女子叫做贝根贝根她的这个你看她的打扮就知道她是曾经去过伊斯兰国 对她是以前有人说叫IS新娘或者是圣战新娘 那这个英国女子呢她今年是23岁但是她在2015年的时候呢她那时候才15岁 她那时候就跟她的这个朋友两个朋友就骗她的骗她们的爸妈说 我们只是要出去外面玩一下结果这三个人非常的勇敢竟然就搭着飞机从伦敦飞到土耳其去了 然后再从土耳其入境到叙利亚跑去投奔伊斯兰国 后来呢她甚至还嫁给了一个伊斯兰国的战士你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就是外籍人士跑去那边要参加圣战 她那时候嫁给了一个27岁的这个荷兰籍的男子后来呢她还怀孕了她怀孕之后呢她就想说 因为她那时候后来就跑到待在这个叙利亚难民营她怀孕以后想说她想要回家生产希望这个小baby可以在英国长大可以接受比较好的教育 但是已经没乎啊你做了这个决定呢你跑去伊斯兰国呢然后要参加这个恐怖组织呢其实已经让政府就觉得说好啊那你要参加就去参加吧 那时候的这个英国的内政大臣决定他就说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他取消这个他这个女生的英国的国籍 理由是说呢你的母亲呢是有孟加拉国的国籍了你自然可以加入可以去加入孟加拉国的国籍 然后甚至英国的内政部的官员是说你支持恐怖主义的话你的后果就是你自行负责吧 对那后来他这个有提出上诉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英国的法庭对他也不错就说应该要让他这个可以回国 但是后来呢这个最近一起最新的这个判决英国法庭再次驳回 就取消他的这个英国的国籍然后之前这个那时候支持他说要把他除国籍的这个内政大臣 他现在已经不是了他就有发表说他支持这项决定了但是呢人权组织就说有点让人家蛮失望的觉得说应该要基于人道理由让他回来 但是这种就是有两个问题了国安考量真的是蛮严重的对 因为要出去他就要负责嘛那他又要回来生小孩那就会变成其他民众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这个我算是一个蛮好的教育的知道说你不要为了一时的可能被洗脑 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做出一个让你无法这么严重无法回到自己国家的决定 对所以这也是让大家可以稍微用这件事情来思考其他件事情 好我们看完Google Trend之后我们接下来是要来关注到的就是军备竞赛啦 尤其现在在东亚这边看起来也是蛮紧绷的而且似乎就火药味不比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小 对其实这个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很多俄乌战争因为这个满一周年了但是很很多的像我们提到了这个东亚的军备 当然有一部分也是跟这个俄乌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是CNN的一个分析的报道 他访问了这个美国的一个专家 他讲这个美国的专家是他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核政策专家潘达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全球将持续看到东亚的军备是动态式的上升 没有任何的克制措施 没有军备的控制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他就说这个东亚的军备竞赛 他其实是分成三方 三个联盟啦 一个联盟呢就是美日韩跟他的盟友 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然后还有一块就是有点偏中俄的北韩 分成这三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这边日韩 日本这边呢首相岸田文雄 他曾经在最近的一个发表里面 他就讲到说 警告中国不要试图改变国际秩序 日美欧呢在中国的问题上面呢 是团结一致的 这个讲话蛮重的 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说他们这个国防预算呢 不断的这个往上升嘛 他们还添购了可以供到这个 中国大陆跟北韩领土的武器哦 那甚至呢美国的这个海军哦 也要常驻在这个日本的南部岛屿 那这个中国大陆这边是说啦 哎你这个美日哦都在升高区域的冲突 这个是中国大陆这边对于日本跟美国的一些 军事上面的合作做出了一些反击 都是你们在搞哦 那我们再来看中国大陆这边哦 中国大陆这边他们怎么说呢 这个习近平他说哦 哎东京正在重回二战时期的军事扩张主义 而且他拒绝承诺不对台动物 他把历史拿出来哦 再来有点像是翻旧账 那除了除此之外呢 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就是裴洛西 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来台的时候 这些军演啊飞机啊 飞弹啊战机等等不断的环绕台湾 甚至在这个去年12月下旬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船只哦 就在这个钓鱼台出没300多天 然后呢12月下旬也是连73个小时 在日本的领海航行 那美国跟日本呢 其实就对中国这一点是感到非常的紧张啦 所以说他们有讲哦 你这个讲说什么东京正在重回二战时期 他觉得啦中国是在转移外界 对他们的加速军事建设的注意力哦 在转移焦点啦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金正恩北韩这边哦 北韩呢他们是要打算在今年哦 这个他们说北韩的这个平壤核武的指数呢 是不断的增长 而且他金正恩打算打造一支呢 机动型的飞弹发射部队 那根据这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这个数据哦 他们发现说北韩呢 应该是有55枚的这个核弹头 然后但是南韩这边就说你这样不行 我要来计划建立我们自己也要有自己的核武库 但是假如说南韩也真的来建立一个核武库的话 其实他们南韩的就会违反到这个核武的这个准则哦 这个因为他们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个朝鲜半岛的非核武声明 假设你他真的建立了核武库的话 这个声明他就违反了 对 那他们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隐习越其实是对北韩非常的强硬的 那这个他如果说还在继续让北韩吃的死死的话 可能民调也不保 所以他才会说出 我们要来考虑来建立这个核武库 我不想要 我暂时先不要管这个什么非核武声明 但是他还是在计划 还没有说确定一定要来执行 那美国这方面呢 他是讲说是要全方位的防御能力 来履行护韩的承诺 跟他们常常在讲说要维护台海和平 口径蛮对差不多差不多的意思 好那接下来我们提到说 其实这个岸田哦 他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口气啊 这个态度其实变得蛮强硬的 他呢也做了一些回应 他讲说东亚恐怕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他怎么说的呢 所以就是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 今乌克兰明日台湾 今乌克兰明日南韩 对因为东亚很广嘛 你可以套到任何一个国家上面 那主要的这个让他 让这些东亚国家变成乌克兰的一大的理由 就是中国大陆 好那现在他怎么说呢 他说乌克兰的情势可能是东亚明日面临的这个局面 尤其是他们日本呢日益严峻 周围日益严峻 有人试图以这个武力拼命改变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北韩的核武啊飞弹啊 一直设设设有激化的这个趋势 那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有人就是在指中国大陆嘛 那他最近我们知道 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 也有讲到说其实岸田文雄 这个因为要这个举办G7 他们是主办国嘛 他就跑到欧洲各地 去跟这些领袖们开会等等之类的 他现在只剩德国还没有造访哦 那他就是跟这些G7领袖 在开会的时候 他其实都有不断的表达 对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这个强烈危机感哦 那这个日美 所以说日本跟美国应该是 要有更强大的这个安全联盟 然后跟强调对台湾的承诺 这样子呢专家说恐怕会加剧 中国大陆的这个孤立感 就如同这位美国华府的这个 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共同主任 他所说的美日同盟助长 其实就让这个中国的背包围感 加重 对往上升 所以说中国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军事上面呢 要赶快来现代化 要再更精进 甚至有可能跟俄罗斯来加强深化关系 我们看到王毅啊 就是过去 他跑到俄罗斯嘛 对然后之后这个习近平也要去 但是呢日本有一点没有跟上美国的是晶片 他其实因为美国对于中国的晶片 有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晶片的这个政策 他没有跟上 所以说可能啦这个日本哦 关于经济上面其实对大陆上还是比较跟美国比较起来的话 相对是稍微宽容一些的 那我们也请到这个国研院的军事战略与产业所长苏子云所长 来为我们分析亚洲呢一直扩充军备的原因 如果从比较长期的这个呃就是时间轴来看 其实在2000年前后也就是23年前 当时就已经预测这个印太的国家 当时叫做亚太 就是各国会投资更多的军费在发展海军 因为当时的一个氛围是冷战结束了 然后就是在印太区域这里 可能就是说基于南海 它的这个航运的利益 还有它的地土资源 就是包括南海水底的 海底的这个石油 还有可兰冰等等资源非常的丰沛 所以就预估可能南海会变成一个热区 那在这个条件之下 当时的越南菲律宾印尼 等等的都着力于要发展海军的力量 那时间快转到这个反恐战争之后 到了2023年 那各国就是诱于中共 它这个海上力量的扩张 它不仅拥有这个航舰 同时它大量投资海警 就他们所谓的海上警察 同时采取比较侵略性的作为 在南海霸凌其他国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国就会更着力于投资这个 就是海上兵力的这个研发了 那就会让印太区域的这些国家的国防预算 都会比较呈现上浮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也推出这个中共军力报告 认为在2030年的时候 它可能会增加到1500个核弹头 那后续修正为1000个 然后接着日美也预估 中共会增加到900个核弹头 这主要目的是这样子 第一个 就是在国际政治权力里面 它的核弹头的数目如果增加的话 那就它就具有更多的政治影响力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形成 就是想要嚇阻其他国家 就是在台海有事的时候 可能协防台湾的这种 就是这个行动 也就是它从俄乌战争中 也看到就是俄国入侵乌克兰 可是其他国家只能提供武器 并没有派军队进入协防 就是忌弹这个 就是俄罗斯手上有6000个核武器 所以中国它发展这个核弹头 很可能就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巨子 我们知道它在台海周边 有所谓的巨子战略 也就是防止日本美国等等国家的军队 靠近台湾来进行协防 所以全球的确现在是走回 就是以这个军事力量 来进行这个维持和平的一个 就是这个冷战 比较冷战时期的想法 因为他们发现就是透过对话是不够的 那最后我们可以讲就是说 全球如果走向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想跟冷战时期会有一个不同 是因为各国目前是把这个军事力量 当成最后使用的手段 但是还是会进行对话 差别只在后冷战时期 就是冷战跟结束的时候 当时各国是进行裁军的 因为认为可能不会有战争了 那只有一个依赖一个对话 所以目前如果说恢复这个军备 那就是等于是双管齐下 第一个是硬实力的军事力量 防止或嚇阻敌人发动攻击 第二个还是维持这个对话 很有限度的往来 那这是目前的就是国际局势可能走的方向 好我每次看完这个严肃的政治议题之后 这个心情都比较沉重 那我们现在要来讲一下比较开心的 比较有趣的时尚好了 你看我旁边这位阿嬷婆时尚对不对 其实教母级的人还是可以很时尚 你看这个英国女王 她就很时尚啊 而且她的衣服穿着都是有配过色的哦 那时尚界现在也吹起了影法风 就代表很多影法族 都是时尚喜欢用的人 我们先看到一个她 她叫Vera Wong 王维维她叫婚纱女王 因为她做的婚纱好多人都传过 徐若轩啊汤为刘诗诗陈妍夕 他们的婚纱通通都是出自于她之手 蛮厉害的 我们先看到这张图好了 来我问一下真意 你知道她几岁吗 如果光这样看 先遮住这个字 我觉得看起来就像三十几岁而已 像三十几对不对 顶多四十 对 她七十三 很不可思议 1949年出生 就是这个中华民国撤离台湾那年 民国三十八年 哦她居然已经七十三岁 真的是看不出来 再看到右下角这张图 这个摄影机帮我们看一下 真的好漂亮好年轻对不对 而且穿着非常有她的风格 时尚吗 她总要时尚 好但是摄影机 我们把它往上拉一点点 看一下上面的图 哇 这个图跟下面就有差 我没有什么刻意 只是这是灵修图的 所以大家就开始有一些酸言酸语啊 就说 怎么灵修图有一些不太一样呢 但也有人觉得灵修图蛮自然的 这就是她的原本样子嘛 那当然我们这总三四十岁的也都需要稍微有点滤镜 滤镜眉心 更何况是七十几岁也需要嘛对不对 但不管如何她很厉害 她是有个人品牌 那后来又是Vogue的这个时尚编辑都担任过 那她过去最早她七岁就开始滑溜冰哦 那曾经是以参加奥运为目标 那她网络上蛮多的这个video就是影片是她专访 那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也可以上网来看看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位哦 她叫邓斯康姆哦 她现在也九十岁了 你看她真的是造型蛮有趣哦 蛮漂亮就是很时尚 你说不出来哪一种时尚 我觉得很不像我们印象中的八十几岁的人会穿的样子 她九十岁了 哦不好意思 对对对 抱歉 八十几岁是她的模特生涯 对对对 开始的时候 对她八十 人生八十才开始 就是邓斯康姆 她八十二岁了才开始她的模特生涯哦 因为她丈夫过世女儿就问她说 你要不要来我的经纪公司加入这样 所以她就加入了 结果大家觉得蛮厉害的哦 她就说她觉得她的任务就是要激励 并支持其他的影法族女性哦 因为她说你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你只能期许所有 你只是所有人都期许自己能变成的样子 简而言之就是 每个人在每一个年龄都有自己的形态 只要你有自信 通通都是模特跟美女 好那另外还看到像巴黎莱雅的代言人哦 也是八十五岁哦 还有这个cover girl 她是梅爷 其实就是马斯克的妈妈 那甚至男生也有吹影法风哦 包含这个是prada2022的这个男装秋冬展哦 杰夫高卜伦 她也七十岁了 哦照样很帅 我其实还蛮喜欢比较年龄大的男生 有成熟的魅力是不是 像我记得前行政长林权啊 我就觉得她那种就是跟年轻的男生比起来 就是会有一种散发的成熟味 但我也不会说那是什么感觉 但是就是蛮喜欢的 OK 好再来意大利的演员哦 伊莎贝拉 她也是在过去是保养品的一些代言 但是她在过了40岁之后就遭到替换了 她后来在访问上面就有讲说 其实当时就主管就有讲 女性都希望能青春永驻啊 那你42岁就没有办法达成那个梦想 但或许也是大家观念改变 所以你看她65岁又回归来当保养品的代言人 所以很难讲哦 时代每一次在潮流上面的状况是不一样 但有些网站也有分析哦 虽然有这么多的银色浪潮 但问题是哦 模特儿的年龄在2019年的中会数大 还是23岁左右 那甚至哦 2022的秋季时装展 如果要看50岁以上的模特儿 也只有23% 所以看起来 模特儿还是有一些些局限性 但是确实随着时代的演技 可以找的范围稍大一点点 对不对 对因为每个年纪都有 每个年纪欣赏的那个美 而且其实银马族的钱是比较多的啊 所以对不对 如果穿上她身上时尚感 很重的话 银马族掏钱更快 对 购买力是更高的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反方向来思考 好那我们最后还要再讲到一个日本的这个作家 村上春树 很多人知道她的作品 但可能不太理解她的生活形态 那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她的穿搭习惯 其实看这样就知道她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对她还蛮常穿牛仔裤哦 而且她还有几次被当作是店员 她就是太随性了 太随性了 然后说哎 不好意思 想要在哪 之类的 她就有点 哎 原来我这么朴素到大家会以为我是店员 好那她也会随身带长裤 因为她蛮喜欢穿短的 嗯 那有时候进到比较高级的餐厅 可能就不准你进去 对 然后她可以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一条长裤 大家就很惊讶一下 蛮有准备的 那她也很喜欢穿运动鞋 然后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 来换不同的这个运动服 所以她包包里面可能也有一双皮鞋 哦她包包好重嘛 我不知道 东西很多 好再来这个了解品牌却不被大牌束缚哦 她穿着的风格比较低调 她早年其实蛮喜欢IV style的 我自己有去查一下1954年 或许就是观众朋友在那个年代的话 这个早年美国长春藤联盟哦 这个贵族学校穿着 当时是蛮盛行 她早年的时候就很喜欢这样 但后来她越来越有自己风格之后 她就蛮随性 走出她的春上style 对对对 casual春上风这样 然后她夏天穿T恤很吵穿西装 但有人说她每一天穿的T恤可以都不一样 所以她家里可能有100件T恤 或365件每天都不一样 有可能 但她唯一的缺点 她说她是常常在二手店买买买 对折扣没有抵抗力 她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何而买 她就觉得有折扣她就想买 这就是春上春树的致命的大弱点 对 所以看了她的书 或许可以从里面找一些蛛丝马迹 她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